下一題換各位練習 跟剛才差不多 給了一個VT圖 但是呢 當然跟他不一樣 然後問了一些問題 A選項看圖就知道不用算 B選項 C選項理論要算 問平均速度跟平均加速度 初選項問順時 順時我不會算沒有關係 不會算可以找別招 他要問對的 這句話是問對的 汽車載 這樣 這句話是問對的 A是不用算的 如果你看完知道A對就不用寫 你看到A對後面就不用算了 就知道答案是A 你們四選一三選題 如果A錯就要去算一下旁邊的 你可以先挑好算的算 破物對再算到難算的算 OK 來大A 答案多少 來多少現在要找男生是嗎 B 現在要找帥哥男 帥哥男叫做 很好我喜歡你 33號小老師你又睡著了 來 起立 同學都要報答案 B 同學報B請坐下 來 我這也是要問問題的 5到10秒他的水平 水平 VT圖的平平表示做 等速度運動 那麼 5到10秒的速度呢 題目上顯示的是 每秒4公尺 圖上面顯示 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知道 A是錯的 然後B是一株呢 我們等會要問你 答案是B 答案是B 好了我們要問你了喔 我們要問你了喔 平均速度 平均加速度 順時 平均速度平 B選一下對的嘛 所以那個5.5就已經有了 所以我不是要那個5.5 我是要問你做法 怎麼做的 你怎麼做的5.5 答案已經知道是5.5啦 所以我不是要 我是要問你做法 我是要問你答案 來可愛的小女生告訴我做法 No.12號 12號 來告訴我做法跟剛才一樣 簡單講就好了不用講太複雜 很好衛宜處理時間 多簡單啊超級世界簡單嘛 那時間就是0到10秒不用算啊 那問題是衛宜咧 靠誰求衛宜 剛才講過啦 同樣的觀念反覆用而已嘛 來可愛大帥哥 剛才問了一個33 現在問一個23 你說什麼 我不是問答案 我是問做法 20除以5 20除以5 你公帳 我問你做法 面積啊 做面積啊 面積 請做面積球衛宜 請做面積球衛宜 好了0到10秒跟剛才一樣不是一個好漂亮的圖啊 0到10秒可以拆成兩段可以拆很多段 一個拆法是 這裡一個三角形 這裡一個長方形 這邊一個長方形 一個拆法是上面一個三角形 下面一個長方形 一個拆法是這邊有個T形 這邊有一個 長方形 反正就是求什麼 反正就是求面積就對了 這邊是這邊有一個T形 上底下他以乘以高除以2 這裡再一個長方形 長乘以寬 然後加起來就是 0秒到10秒的總位移 55公尺 然後除以時間 答案5.5 答案5.5 就解決了啦 這是選項B這樣來的 正確答案這樣來的 然後還有C珠啊 C珠 他給答案錯啊 那0到5秒真正的平均加速度是多少咧 該怎麼算咧 來 請問你咧 他真正的加速度是多少咧怎麼算咧 來可愛小女生 來小女生這個人已經不存在了 1號 1號不在 6號 可愛的6號 6號 你說什麼 負1.2負的1.2 有個負號 請坐 哪泵來的 平均加速度嘛 花多少時間有多大的速度改變嘛 Delta T Delta V T1 V1 T2 V2 現在 開始是0秒嘛 速度是10嘛 結束5秒速度4嘛 所以呢 0秒10嘛 5秒4嘛 Delta T Delta V 所以呢 就算出來叫做 負的 5分之6嘛 所以答案叫做 負1.2 負號代表什麼意思 負號代表 我的速度正的 加速度負的 就表示 加速度跟速度反方向 所以速度的值會越來越 小 好 好來 還有一個問題要解決 順時 喂 我不會算順時 國中數學能力不會算順時 只會算什麼 平均 那要我求順時我要怎麼辦 強烈暗示你一件事情 如果我是做等速度運動 我的平均就會等於順時 可是這明明就不是等速度運動啊 那怎麼辦啊 沒有關係 我是等加速度運動 所以有一個做法叫做 我隨便找兩點算算加速度要怎樣 一樣 我隨便挑兩點 要算加速度都會一樣 那我就會幫我求順時了 那還有個數學的方法幫我求順時 有個數學方法 但是 但是這個方法在這題不太可以用 就是你們現在正在學的相似型 T型有相似嗎 沒有 但是有的時候是三角形的時候 其實可以用相似型來幫我解決 相似型幫我解決 不然就用數學的某種神奇的想法去解決它也可以 好來12秒 順時瓦錐 現在換男生換女生 我男生 換男生嗎 來有人要自願回答 那你要給我巧克力嗎 你要答對要講什麼屁話 10秒的時候是4 13秒的時候是10 10加4然後再乘以2分之3 10加4 10加4 然後乘以2分之3會有20 20再減到10 我聽不懂 你用相加乘以2分之3 然後會變成說那3秒什麼距離 然後再減到10再減到10 我 你講的很亂我不太聽 沒關係答案多少 答案多少 答案多少 答案是8嗎 答案多少 你答案8嗎 你請我答案告訴我 我們等一下再來研究你怎麼做的 你先告訴你答案多少 好那就是8 8請坐 你答案是8 那開始說 來有幾種做吧 10到13秒做等加速度運動 所以你隨便挑兩點 算出來的加速都要怎樣 一樣 至少要有一點是12秒的這一點 OK 你只要用一次來講是隨便你 一次就好了 第一個我先算10到13秒的加速度 10秒速度4 13秒速度10 再算一次 比如說10到12秒也可以算12到13秒隨便你 然後我算10到12秒的加速度 10秒速度4 12秒不知道 然後算出來加速度都會要一樣大 左邊要等於右邊 然後後面就數學 然後 啦啦啦啦 就可以解決了 就可以解決了 剛才有提到說 相似形 就這裡 T型沒有相似 但假如它是個三角形 那麼這邊全部是5 那麼這邊是3 就知道是5分之3 那麼這個變化量如果是10 那這個變化量就會多少 6 相似 你就會找到這個答案 OK嗎 所以 有的時候你是可以用數學的相似形去把它解決掉 但是因為T型基本上沒有相似 所以有困難 有問題 但是我們可以這樣做出來 有問題嗎 我數學能力不會算順時 不過沒有關係 我也許可以用平均速度等於順時速度算 這一次等加速度運動 都不一樣 沒關係 等加速運動就是我隨便挑兩點 算出來加速都會一樣大 所以我就隨便挑兩點 這樣挑兩點跟那樣挑兩點會一樣大 當然至少要有一點是我要求的 12秒 OK 可以嗎 可以